大家好,我是Stan 一位公司老板被质疑 用自己的职务影响力 迫使公司员工们参与投票 支持参加Mnet Island Tour的女儿 而引起了争议 根据一位网友发布的贴文显示 在公司内部发布的标题为 总务部员工紧急通知中提到 敬爱的代表的长女叉叉小姐 正在Mnet播出的Island Tour中出演 请员工们参与投票 以支持小姐的顺利出道后 详细介绍了参与投票的方法 然后也能看到这样的内容 这是我首次在一家中小企业工作 却经常收到宣传老板女儿的讯息 公司休息室还常常大声播放 Island Tour的主题曲 这在工作时实在令人分析 甚至在假日 我们也会持续收到相同的邮件 我们对别人的家人不感兴趣 一直接受这些讯息 会让我们感到压力 并附上了儿童节的时候 收到的邮件作为证明 Island Tour是由西街ENM 与知名制作人Teddy合作推出的 MNC选秀节目 人气男团NIP 是在Island的第一季出道的 在上个月时报的首播中 制作团队透过字幕表示 从投票系统的集结到结果产出 将由外部专业机构进行验证 以确保投票过程中 不受制作团队操控 然而面对此次争议 制作团队尚未发表任何立场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又不是私人聊天 而是正式通知 感觉对员工来说 拒绝也很困难 会很辛苦 又不是强迫 而是拜托他们 这有什么问题 公司老板不能对自己的员工 说这种话吗 也没有要求认证 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投票 也不会有任何不利影响 这是小题大做呢 这成为正义的原因是 它是以公文的形式 发给了所有员工 而不是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的推广文章 这就是问题所在 你们不知道公文要怎么用吗 又不是检查有没有投票 这种程度的宣传 没什么问题吧 如果不是下达命令 让下面的员工发出紧急通知 而是老板亲自写封守信 或亲自做些什么还好 对这种做法持有好感 会让人难以理解 对于公司发布的紧急通知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5月9号根据媒体报道 Signy因在一位马来西亚富豪的 生日派对上 演唱了Big Bang的歌曲 Ping Bang Bang 而在韩网引起了热议 当天Signy穿着灰色西装 戴着墨镜及盗带的帽子 手持麦克风 他通过演唱Ping Bang Bang 来炒热配对气氛 因为Signy在今年1月份 也曾在柬埔赛的一家餐厅举办活动 当时他也高喊 有一天会带吉主人管来这里 随后也唱了吉利安天阳的歌曲 Good Boy 并跳了舞 所以部分网友们就指责 Signy一直在利用Ping Bang 他不是有自己的搜罗歌曲吗 为什么还要唱Ping Bang的歌 明明是以不光彩的方式离开了团队 现在却还在炫耀与其他成员的关系 利用这些来推销自己的事业 这让人讨厌 别再利用Ping Bang了 都是因为你Ping Bang才会变成这样 现在还在利用Ping Bang 你有良心吗 生命力太坚强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极度讨厌亲哥哥的爱丽 这是真反应 自己说完话后 惊吓的样子 真的超好笑又可爱 超级好笑 就像真的在眼前一样 超讨厌的样子 真的很想知道 在华语圈的妹妹们 也会这样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